我发现这旁边的秋葵也开花咯 还别说这个秋葵开的话还挺漂亮的 再来看一下这一盆倒挂金钟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倒挂金钟 它的花蕾已经越来越大咯 而且一个枝头上面 大家看有多少个 123456个哦 看到没 密密麻麻 全部都是 很期待它开爆的样子 再来看一下这个小木槿 大家看那个用两家人种的小木槿 这个租金大吧 比这个一家人的大这么多 而且顶上都已经开出漂亮的花来咯 底下还有很多花蕾没有绽放 等它全部绽放的时候 简直要美呆了我感觉 外面又下去雨了 现在去阳台花园看一下 一家人物是什么 对 这一家人物是什么 决定的水果 地下车